請隨聽一下 聽一下 帶上聽診器 溫柔的跟小朋友說話 並且仔細檢查 耐心回答所有問題 他是孩子們眼中最厲害的醫生叔叔 由昌縣台東馬街紀念醫院 兒科主任 讓小朋友覺得就是很 可以很放心這樣子 對 沒有害怕的感覺 看著還滿仔細的 對小孩子也很溫柔 靠著熱誠跟精湛醫術無私奉獻 家長對他很放心 由昌縣民國93年 從台北調到台東 這一待就是18年 他說台東很不一樣 天很不一樣 然後海也很不一樣 人也很不一樣 我很喜歡這邊跟這邊人的互動 特別是醫病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非常的甜美 由昌縣是台東縣唯一的小兒心臟醫師 包含心導管診斷治療、心臟手術 他都一手包辦 讓孩子跟家長不用到外縣時分駁 台北可能多一個不錯 但是台東稍微一個可能就 全部都沒有可以做這方面的人 來幫他們 所以我就想要說 能夠有在一個 我比較可能會被需要的地方 看見需求一切為了病患著想 他帶領團隊成為縣內 唯一有24小時兒科重症照顧的醫院 也積極增加小兒心臟手術醫療設備 近20年來完成100例的心導管 以及20例開心手術 當年服務過的孩子 現在都已經30歲了 但是我是很感謝台東 能夠給我一個場地 給我一個地方 能夠讓我實行 實現我當醫生的意義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很好的回饋 他說自己責任未了 還要繼續努力 繼續守護台東的孩子 希望他們平平安安 健康長大 TVBS新聞劉警員黃凱敬 台東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